北京中心论坛是近几年同的两国政界、经济界、媒体和学术界共同搭建的一个新的交友与共同脑袋中海 已经显示出它在中日之间开展公共外交、曾经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等独特而有十分重要的图有 今年恰同中日方交通常化三十多年,本次任谈以中日战略部位关系与亚洲未来为主提 中日方法关心中日关系发展的五十次展开满城的交流、讨论和对话 相信将对亚洲关系的健康发展、健康文明发展发挥经济的影响 各位嘉宾、各位朋友 中国国家新闻办公室多年来始终自立于促进中国 以世界的相互过通和相互了解 追踪中日两国媒体和有关人士的交流是我们的享受者 媒体是中日两国民众相互了解的最重要的地方 在发展中日关系中有一个重要责任 我们希望进步加强和推动中日两国新闻基础的交流、合作 发挥中日媒体在增进中日两国的相互了解、相互精神功能、积极出力 我们相信在双方的公共努力下 中日的时代友好一定会继续发扬光大 中日的战略、互惠关系一定会稳定、健康发展 中日两国的和平、友好与发展一定会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我组终要奉献 最后 艺术本节赢完整中 谢谢大家